三省六部制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套中央官制,建立于隋朝,完善于唐朝。 三省是指中书省、门下省、尚书省。 中书省主要负责起草皇帝的照令,门下省是审议机构,负责审查照令,签署作章。 上书省负责执行照令,旗下省六部,购二十四司。 六部是指上书省下属的立部、刑部、礼部、兵部、公部。 立部负责全国官吏的任免、升降、调动等事务。 刑部负责审定各种法律,复合各地送部的刑民案件。 礼部负责科职考试和外邦往来的事情。 兵部负责兵将、军械、军令等军事事务。 户部负责国家的户籍、田地、赴税等财政事务。 公部负责营造工程屯田、水利、工匠等事务。 三省六部制替代了原来的三公九清制,提高了决策的正确性和行政效率, 对后世的国家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。